大家好,我是生间亚觉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老敏航 看到这座高大的桥吗? 这座桥是明浦二桥 现在在这座桥上也已经通了地铁了 是五号线 那这样的话从敏航到凤贤那就更加方便了 其实在这个前面还有一座桥是凤浦大桥 就在前面不远处 然后这里是黄浦江 这条江是黄浦江 前面一个渡口是敏航渡口 从敏航这边摆渡 可以直接到凤贤的西渡 也是相当的方便 那么老敏航这个地方与我来说 也是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我在这里经历过喜悦 经历过悲伤 经历过甜蜜 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酸甜苦难 所以说我对老敏航这个地方也是挺熟悉的 曾经有那么一次机会 我可以做老敏航这边的女婿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可能是自己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那么这个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所以说当我今天再次来到老敏航这里 当时的那些回忆就会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然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这些回忆更多的是一种苦涩 但是人生它是没有复活药的 对吧 我现在只能把这份回忆深深的埋藏在心里 偶尔空余之时 把这份回忆再次从心里挖出来 再次翻阅一下的话 我相信对自己的这个成长 也是一种帮助 你们说对吧 对面这里就是敏航渡口的一个路口 那么然后在敏航这里 它好多公交车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这种粉红色的这种车子 挺可爱的 颜色倒是挺俏皮的 所以说我等一下要坐一下公交车 带大家逛一下老敏航 这里正好是一个公交站点 等一下就坐这个江川一路 正好车子也来了 大家感受一下这种粉红色的公交车 在上海是比较少见的 现在我在的这条路 是老美航这边的一个建设路 在我左手边有一个公交站点 这个公交站点也可以说是老美航这边 比较老的一个公交站 它线路也有蛮多的 有去市区的 也有去郊区的 在这个桥还没造的时候 很多居民都是到这个公交站 选择这个出行的 那么我坐的这个江川一路公交车 他这个司机他这个路线要兜一个圈子的 过了这个桥之后 现在来到的这条马路是江川路 那么江川路在老美航这边也是属于比较老的一条马路 当地人更喜欢叫它一号路 为什么叫一号路 因为它是老美航这边第一条马路 那么我现在坐这个公交车 主要也是自己回一下 因为我以前也是经常往江川路这边跑的 当然现在不怎么来这边了 现在这条江川路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两旁都住满了这个香蕉树 对吧 挺漂亮的 好吧 等一下我还要去办一些事情 那么今天视频就短暂分享到这边了 好吧 拜拜